破解脚踩方法2 真正的女王 狼、雄與狼、諸神黃昏之後結束了 蓋納、奧丁的最後一位女武神女王 過去曾是弗雷雅的侍女、朋友和信任的自己 密米爾稱她為叛徒 但她深信自己才是遭到背叛的人 弗雷雅佔取過她的報復信念和忠贈不屈 這些是身為戰士值得欽佩的特點 但到頭來即便奧丁戰敗她還是對她攻心耿耿 她死得有尊嚴 雖然弗雷雅賜她一死死沒有絲毫滿足感 太酷了 女王怒吼 怎樣你有多吼 啊 啊 升到空中舞動翅膀發動毀滅性的衝擊 接續猛擊地面把敵人往後擊飛 啊 呃 然後呢 啊 完全沒有感覺 管她的 呵呵呵呵 我一直覺得這個招來風暴超級難用的 因為她是在她周圍 她離怪一遠就沒有意義了 但是我都沒有換掉 哈哈 還是STARBUSH TOSTOLIMU比較強 都是遊戲最後的一招了 把它放起來用吧 滅姬之千劍 千錘百煉的羽毛 長按L1數秒為盾牌充能 再按下L1加L3向敵人連發女武神碎片 這東西到底算不算強啊 理論上她的數值很強啊 數值升到8等應該全部加個15什麼的吧 但這個本身強不強我就不知道 結束啦弗雷啊 啊這什麼 我一開始要撿 蓋娜的日誌 呵他是 他怎麼總是愛演受害者 一副命運不是自己造成的樣子 在他看來他的弟弟是自私才拋棄了他 而不是因為他剛複製用 控制於強 他被自己的國度流放是因為丈夫太邪惡 而不是因為他被發現在丈夫背後暗中密謀 他的兒子是被異遇 復仇的外鄉人殺害冤死 而不是因為被他逼瘋 但我把他殺了 弗雷亞一定也會在 賀爾 一定會在賀爾告訴每個願意聽的人說他是被前侍女背叛說不會 卻不會說出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這就是敘事觀點啦 在蓋娜的眼裡 弗雷亞就是個垃圾 敘事觀點 我會避免她們說過 我會避免她們說過 我會避免她們說過